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模块 来看一看退税的计算问题 首先只有在又免又退情况下才用退税 因为你只免不退不用退呀 不免不退那就交税呗 所以只有又免又退才会有退税计算 那么在这咱们先从大方向上来看一看 这个退税呢一共有两套方法 它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好有一套叫免抵退税 一套叫免退税 那咱们先来看免抵退吧 免抵退它适用于三种情形 说生产企业出口自产和适同资产货物 以及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老物 咱们说了生产企业 你得出口自己产的或适同资产的货物 才行才给你享受又免又退 然后还有就是外贸企业 直接向服务或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出口 注意你虽然是外贸企业 但是现在你自己上了自己出马了 这个你自己做的服务 自己研发了无形资产出口 那跟人家这个生产企业自己产的货物 是不是一个性质啊 这儿的关键词就是自产 自己做的东西出口就用免得退 那马上有同学就会发现 这个还有第二条呢 老师你没说 第二条是说列明的74家生产企业 出口非自产货物 你看它仅限列明的74家 他们是特殊的 他们出口就是外购的货物 他也用免得退 但这不是主流好吧 那个主流就是自产的东西出口 你才能用免得退 所以非主流咱就不多说了 直到有这么特殊事就行了啊 好这是免得退 免得退跟自产保定 只要是我自己做的事 这出口就是免得退 那接着再看免退税 好免退税强调了 说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出口企业 或其他单位出口货物劳务 你比如典型的外贸企业 外贸企业我出口的货物劳务 那是我外面买的了 不是我自己做的 是我从外面买了 然后再卖出去的 相当于我是二道贩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 外贸企业外购服务 或无形资产出口 你看也是我买的嘛 不是货物了 老五 是我买的服务和无形资产 或者出口出去 所以免退税 它适用的就是二道贩子 就是外购的东西去出口 好所以这个免得退和 免退税适用范围 关键词你已经掌握了吧 很简单啊 不要把它想太复杂 只有这个74加这个是独特的 好然后接着 咱们再来看看退税率 就是真的要算退税了 那我到底退多少呀 这儿呢退税率不需要背 不需要背考试 如果涉及到了这种题目 通常都会直接告诉你的 好咱们先来看 它的一般规定 说除明确有规定退税率的情况以外 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围取 适用税率 也就是说如果它没有特别提 那这个货物就是征多少退多少 比如说货物它征税率是13% 好你出口它我也给你退13% 但是注意咯 有一些货物它就明确规定了退税率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 说假设你出口服装啊 这种什么牛仔服装 他说这个征税率是13% 退税率退11% 有可能的啊 好有一些货物是有这样的规定 也就是说货物的退税率啊 它是小于等于征税率的 好然后接着 那个出口服务无形资产呢 那他们的退税率是适用的征税率 也就是说服务和无形资产是真的 征多少退多少 征税率和退税率保持一致 好那现在我就问你 说我做国际运输业务哈 我从这个中国境内 把旅客运到这个国外去 那请问现在我退税率是多少 马上想 这个服务无形资产的出口 退税率和征税率是一样的 那我这个业务是交通运输哈 交通运输的征税率是9% 那退税率也就是9%呗 他就退9% 好所以这儿要记住这个结论啊 好货物的退税率有可能比征税率低 但是服务和无形资产 他们是没有征退职查的都一样 好接着这儿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也是听一听即可啊 这块没那么重要 虽然好像第一次看会觉得有点绕 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啊 理解了就很简单了 说外贸企业购进按减易办法征税的货物 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的货物 其退税率分别为减易办法实际执行的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那咱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是一个外贸企业 那我出口服装 但是我自己不生产 所以我都是从外边买的 那么如果我是从小规模那买的这个服装 好那我拿到了一张专用发票 上面写着价款100 然后这个税款呢 3 好那请问现在我出口能退多少税 好注意 我们正常如果从一般那身边买下来服装 那我会拿到一个13%税率的这个方法 这样是100税是13 那假设 假设服装的退税率是13% 那也就是说 我从一般那身边买的东西 最后退的税也是13% 就是100成13% 退这么多 而如果我是从小规模这买的 那你还能退13%吗 当然不行了 因为你小规模 这个征收率它就是3% 按13% 按服装的那个13退税率去退 那不就退多了吗 不行是吧 咱最多给你把这个征收率这块全退了 所以他就退3% 这么一个意思好吧 也就是不能退多了 顶多退的就是你负担的那块 另外这又提到 说上述出口货物取得增值是专用发票的 退税率按照增值是专用发票上的税率 和出口退税率如低的原则确定 假设 你这个出口的东西啊 不是服装是别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规定退税率就是2% 就是2% 那么这个时候 不管你是从一般那是那买的 还是从小规模那买的 咱只给你退2% 因为专票上的这个税率 和我们规定的出口退税率 相比要挑一个低的 总之就是不能退多了 好接着再来看下一个 说出口企业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老物 其加工修理修配费用的退税率 为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外贸企业 我们买了布料 让一个加工厂帮咱加工厂乘一 然后再给它出口 那我会拿到两张发票 一个是买布料的发票 假设啊 买布料 花了加款100 税13 然后加工费呢 加工费 加 10 税 1.3 好那请问 我现在的布料和加工费 这个怎么去退税 我外贸企业 相当于买了布料 又买了加工的这个劳务 然后再给它 把成品出口出去 一块出口了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这个布料 那肯定是按照 我们货物的退税率来执行 比如说这货物是13%退税率 而加工费呢 注意加工费 也是按照货物的退税率来执行 因为加工费 也就是劳务 它没有一个退税率 关键看你加工的是什么东西 你加工的这个是服装 服装退13% 那你也退13% 好吧 所以你加工的是别的什么 什么化工产品 那退11% 那就退11% 好吧 跟货物保定 就是加工劳务 跟货物保定 叙率的这么一个情形 好 接着还有一个规定 说是用不同退税率的货物 劳务和跨境应税行为 应该分别保管 合算 并且申报退免税 否则从低 使用退税率 从低退税 这就是说 你在这个多类不同货物 同时出口的时候 能分清楚 咱就分别来算 分不清楚 就从低退税 当然在征税的时候 如果分不清楚 那当然肯定是从高征税咯 不一样的 好 这是关于退税率的 这个基本规定 在这我们也是 提前剧透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的退税率 跟征税率一样多 那这个是正好的 这个没有关系 但如果退税率 小于征税率 比如说这个货物 我的征税率是13% 而退税率呢 是11% 那么这时候 就会形成一块 征退之差 好 那这个征退之差 也就是不给退的进项 它是需要在会计账上 做进项事额转出 寄到成本里去的 并且在一会儿我们讲到免抵退的公司的时候 会用到它 它是我们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了解一下 以后我们再详细展开来说 好 退税率说完了 那接着再来看 更核心的退税依据的问题 这退税依据 其实里边有两个是特别重要的 一个就是生产企业的 出口退税依据 一个是外贸企业的 那咱们举例子来说明吧 首先我是一个外贸企业 买进来服装 拿到了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100 税款13 然后我给它出口出去 出口销售额150 好那请问现在我是用什么政策 外贸企业出口这个外购的货物 那咱们享受又免又退 零税率 好那是免销项推进项的 所以不用算销项 同时我把这个镜项给退掉 那退的是进项税是吧 那这个进项税是拿什么算出来的 当然是拿进价成税率算出来的咯 那么现在如果我告诉你 说我出口的这个东西啊 它的退税率跟征税率一样 这个货物是完全退税的 那我得到的退税就是 100乘上13% 就把全部的进项都退掉 那这儿退税依据你说是什么 当然是进价咯 因为退的是进项 而进项就是拿进价算的 好所以对于外贸企业来说 它出口货物 咱们是拿购进货物的 专用发票上的金额 或者海关进口 赠区专用交款书上注定的外税价格 来作为这个退税依据的 简单的说就是进价 好这是外贸企业一般出口货物 那如果它出口的是委托加工修理修配的货物呢 那么这个时候它买了布料 又付了加工费 拿到了两张专票是吧 那这时候出口出去这个货物 怎么退税啊 还是进价 还是进价 你花多少钱 咱就把对应的那个税给你退掉呗 所以都是进价 就是修理修配 加工修理修配 这个专票上的金额 还是进价 所以记住啊 外贸企业咱们的退税依据就是进价 好然后接着再说说生产企业吧 好生产企业就麻烦了 你看啊 我生产企业是一个服装厂 是个服装厂 那我生产服装是不是这个过程很复杂 要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它不像外贸企业这么单纯 外贸企业 你一般都是订单制 买进来一批货 对应的出口 或者说有了出口订单 我才去进货 就这个样子 所以你这个出口的东西啊 它对应着有多少的进价 非常的明确 而生产企业不好找这个数据 你比如说 服装厂 我得先买布料吧 先买布料 然后我还得买服料吧 然后我还得买什么机器设备吧 还得买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 买了一大堆东西 经过好多环节的这种生产加工 最终才生产出来这个服装 这个服装我给卖出去了 假设我卖了150 卖到国外去卖了150 那么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知道 你出口的这个150万的这个服装 它对应着进价是多少呀 它当时那个抵扣镜像的时候 用了多少的依据 你知道吗 根本不可能找得着 不可能找得着 这个数是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得到的 所以干脆咱也不找它了 咱们这样 直接就拿售价来退税好了 反正我知道这批货卖到国外 卖了150 那我就拿150去退税 但是马上大家就会想到一个问题 我这个服装生产出来卖了150 但是我的这个成本 我的这个当时就是买的这些东西 它的进价 它一定没有超过150啊 一定没到这么多呀 我都是要赚钱的 所以它没准还少一些 那我拿150去算退税 岂不是国家吃亏了 要给我退多了 没有关系 因为咱们退税的时候啊 其实还有退税率的制约呢 是不是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 算这个进项税的时候 是13% 但真正给你出口退税 只给你退11% 它是不是就平衡了你的 征税依据和退税依据 不一致的这样的差呀 所以不用替国家担心啊 咱们退税就是拿售价 这来作为退税依据的 那么 售价 其实严格的说 叫做出口货务务务的实际离岸价 就是你卖的国外的那个价钱啊 那就叫它售价好了 但是我用售价 作为生产企业的出口退税依据呢 它其实有一个前提假设 就是啊 我假设所有买进来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负担过镜像的 那既然我找不到他们的这个 镜像计算的那个依据 不知道那个镜价 那我干脆就用这个售价来替代它好了 用售价来退税好了 但是如果现在我改一下啊 我明确的告诉你 说我生产这批服装的布料 它有20万 是没有交过税的 20万是免税的 没有交过税的 好 那么这时候你还能拿150再去算退税吗 是不是就不行了 因为那个20万的布料 明显它没交过税 它没有金像负担 那就不应该参与退税呀 它就没得退呀 好 那干脆咱们就把它剔除掉好了嘛 所以我们退税的依据就变成了150的售价减去那个肯定免税的材料 那就拿130去退税就行了 这是他们的基本规定 好 那咱们再总结一下啊 那么正常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 劳务啊 我们是拿它的实际离岸价 也就是售价 或者我们叫它外交额都行啊 拿这个金额来作为退税依据的 但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免税的保税的货物 那么这些个货物 由于他们没有负担过金像税 所以我们要把它从退税依据里给它剔除掉 你比如说 咱们有浸料加工保税进口的料件 也就是从国外我买料的时候 这个料呢 它当时是保税 也就是相当于免税 但是保留征税权利 这样的一些保税进口货物 当时没有交过金像税 那现在它就别参与我们的随税 把它减了 或者还有一些料呢 是从国内买的免税的料 那不管你是从国外买的保税料件 还是从国内买的免税料件 都一个性质 反正它都没进相 那我都要从这个外销额里去把它剔除掉 就好了 好 这样咱们就把退税依据里最核心的两个问题说完了 总结一下就是 外贸企业出口这些个外购的东西 那咱们就用进价来做退税依据 而生产企业出口资产的东西 那我们是拿售价来做退税依据 但是如果我明确的知道 这个料里边有一些是进料加工保税的进口料件 或者是国内购进的免税料件 那我们要把这些保税免税的料件 从外销额里给它剔除掉 用剩下的部分来做退税依据 好 这是核心 把这两块搞清楚 应该说后续的免抵退和免退税的计算 那个基本问题 最大的问题 咱就解决掉了 然后这还有一句话 咱们简单的看一看 这说的是出口镜像税额 未计算抵扣过的 已使用过的设备 这个设备呢 你买的时候没抵过镜像 当时你拿到专票了 但没抵过镜像 当时可能不符合抵扣规则 现在你给它出口出去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把你的这个镜像给你退掉 那退的时候 它是拿什么来做依据呢 其实就是你的净价 就是你的净价 就是你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金额 或者海关进口 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著名的 晚税价格 其实就是净价 但是你这是用过的固定资产 对吧 你不能拿净价全额去算 这个退税去 所以它要呈上一个净值率 比如说你这个设备 买的时候 这用发票上写的价款是100万 那现在呢 你净值率是80% 好 那在退税的时候 我就只能拿这个80去给你退税去 考虑到它的磨损嘛 是吧 这个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不重要啊 考试基本不会考的 好 简化记忆一下 外贸企业用 进价做退税 依据生产企业用售价 而生产企业 有免税保随料件的售价里边 要减掉免税保随料件的金额之后 再作为退税依据 好 记住了吧 核心就是这个几句话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 免底退税的计算 好 这一块应该说是我们出口退税里的核心难点问题 但是它并非我们考试中的绝对重点 所以大家呢 咱们尽可能的跟上老师的思路 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掌握它的这个计算公式 但是实在理解不了的同学啊 也不用太担心啊 反正这块在考试中考到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那学这个免底退呢 咱们要先搞清楚它这个免底退的含义啊 先从名字开始 那首先免税好说就是咱们出口销售是免销项税的 所以这是免税 而退税呢 当然退的是咱们出口业务所对应的进项税了哈 但这个都不关键 最关键的是这个底字啊 所谓的底税 它是我们免底退里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 说假设我们是一个服装厂 服装厂呢 既有内销业务 又有外销业务 那如果我能够做到分开核算的话 那内销会有一个应纳税额出现哈 它是要正常算税的 而外销呢 不用算销项 同时呢还要给我退进项 所以外销不但不交税 它还有退税呢哈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内销应纳税额100 外销应该退税30 那这个情况下你说 我是不是需要一边去交税 然后一边去退税呢 确实可以啊 但是在征管上比较复杂 干脆咱别这么麻烦了啊 简化一下征管手续 咱们直接这个外销该退的30 去抵减内销该纳的这个100好了 那抵完之后 我正常的交70的税 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那么这儿呢 应该给我退的30 就不用退了吗 它就抵掉了 所以说我交70的税 抵掉了30 实际上 这个相当于 我占到的便宜还是一样的 对吧 相当于我还是退了30 那个效果吧 因为我少交税了 就等于我这个得到了退税 这是抵的这个情况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你比如说我内销应纳的税额是100 而外销应退的是130 那这个时候你说我还用交税吗 我直接把那个100全部都抵掉了呀 我不用交了 这个交的税就是零 同时我还能得到退税 那给我退多少呢 我退回来30 因为我抵了100 但是你应该一共退给我130 那抵了100 你再退给我30 实际上我是占了130的便宜 所以说这个免抵退 它免的是出口的销向税 抵的呢 抵的是外销的应退税额 去抵内销的应纳税额那一块 而没抵完的部分 在实际推到我的手里 好了 对这概念咱们先要搞清楚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它的公式的推导 这块呢 不建议大家一上来就去看 咱们官方的公式 那个专业化太强了 一上来一看那个术语 咱们可能就蒙了 不建议 在这我们用比较生活化的语言 来把公式的推导 咱们做一做 只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 那个公式的记忆啊 就非常简单了 实际上它就是四部曲 叫T的比退 再一会再总结啊 好 大家跟上我们思路 一起来分析 那首先 说咱们出口业务啊 那要退的是进项税 对吧 那进项税在退的时候 不一定是百分百全退的哟 得看情况 你比如我们出口的是服务和无性资产 你比如国际运输 那它的征税率和退税率是一样的 交通运输咱的税率是百分之九 所以在国际运输的时候 咱退税率也是百分之九 那这儿 征退税之间就没有差 但是对于货物出口来说 它就有可能退税率小于征税率 比如我们货物的征税率是百分之十三 但是退税的时候它只给退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九 是吧 诶百分之十都有可能啊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外销所负担的进项税 不一定给全退 好 那不给退的这块 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就叫征退之差 好 这个出口业务 如果是用免抵退 如果是咱们自己产的货物出口 那它应该用外销额 也就是售价来做退税依据 所以这征退之差 就是哪外销额乘上征税率 减退税率的 很好算啊 你比如我们这服装厂啊 这个月出口销售额是一百万 然后咱的货物征税率是百分之十三 但是退税率只给退百分之十一 那么这个二就是不给退的进项 就叫征退之差 好 那不给退的进项 怎么操作呀 其实就是做进项是一个转出处理 所以征退之差 就相当于进项税额转出 然后接着我们再分别考虑一下 应退和应拿税额吧 首先外销应退的税额 很好算了 它退的是外销所对应的进项税 但是这儿有一块不给退的 那个征退之差 反对给它减掉 那剩下的理论上 你应该退给我 对吧 好 然后接着再来看一看内销的应拿税额 内销的应拿税额就更简单了 内销你卖货要算销项 而对应的进项可以去抵扣 另外如果有以前没抵完的进项 那个留底税额 我们也可以拿过来继续截转去抵扣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外销应退的 和内销应拿的税额都分别给算出来 但是咱们企业通常没有办法去做到分开核算 也没有必要 因为免抵退 咱讲究的不就是一个抵的效果吗 所以这两个公式完全可以合并起来 一起考虑吗 咱们看看综合考虑之下的应拿税额 它就等于内销的应拿税额 减去外销的应退税额 而内销应拿税额公式怎么算呀 刚刚说了哈 内销销项减内销进项减去留底税额嘛 而外销的应退税额呢 就等于外销的进项减去争退之差嘛 咱们再稍微的整合整合啊 把这公式变一下形 你看这里头 只有内销有销项 外销根本就没销项 因为外销是免销项的吧 所以一说到销项你就记住啊 只有内销有 而这呢 减了一个内销的进项 这还减了一个外销的进项 是不是就相当于全部的进项 咱都可以抵扣啊 但是这里头别忘了啊 外销的进项 那个里边在退的时候 征退之差是不给退的哟 所以把征退之差 要从全部进项里解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进项税额准处了 然后再考虑留底税额 最后算出来就是我们 综合考虑之下的应纳税额了 那这个应纳税额算出来 那结果可能是大于零 也可能是小于零 你比如啊 咱们给代入一下这个虚拟的数据 来看一看 比如咱内销应纳税额是100 而外销应退税额是30 那这时候100减30 结果是70啊 那还退税吗 别退了哈 交税去好了 你交70就行了吗 所有该退的税啊 都不给你退了 你30不退到你手里了 因为它已经完全被抵掉了嘛 已经抵减了内销该纳的税 所以直接交70就可以了 好 那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应纳税额小于零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退税了 你比如说 我们还是给虚拟的数据啊 假设内销应纳税额是100 而外销应退税额130 那这时候那个100全部都给抵掉了哈 那30呢 你是不是得退给我手里啊 那100我不用交了 你再退给我30 相当于我就占了130的便宜 对吧 好 这时候要退税 但是你看啊 100减130等于负的30 是不是只要我们的应纳税额 乘下了一个负数 这个负数我们就全部要退掉 退到纳税人手里啊 不一定的 我们要考虑这个负数 它的形成原因 一种原因就是咱们刚才举例的这种可能 内销你应该纳100 而外销应该退130 100减130结果是个负数 那这个负数没问题可以退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内销本身它的结果就是一个负数 本来它纳税就是一个负数 那你用负100减去130 结果不就是负的230了吗 那这230能不能全部都退到纳税人手里啊 当然不行对吧 因为这230里啊 只有一130是外销真正应该给退的税 而另外的那个100呢 是内销自己形成的负数 这个要继续截转后期去留底的 它不能轻锋的就退回来 所以这呢 我们只能得出来这样的结论 就是当应纳税额大于0的时候 我们交税 而当应纳税额小于0的时候要退税 好 这是第二步 就是内外销综合考虑之后的应纳税额呈现的结果 好 那现在接着看吧 说我应纳税额算出来就是负数了 那现在我到底退多少呢 我要退税退多少 咱就得比一比才能做决定 好 那就跟理论退税额比一比吧 这个理论退税额 或者我们叫它退税限额 其实都行 最多可以退这么多 也就是理论上应该给退这些 这个很好算啊 我们之前讲到 说这个自产的货物出口 用免力退出口 那它的退税依据就是外销额 拿外销额直接成退税率 不就是理论上应该给我退的那个金额吗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现在有两个数字存在 你说我到底退哪个呢 一个是理论退税额 一个是我应纳税额算出来的负数 那现在我先给你结论啊 咱们退的时候呢 就是拿这个理论退税额和应纳税额 那个负数咱取绝对值啊 取它的绝对数 这两个数去比退较小的 怎么来理解 我们给举一下数据不就好了吗 来看看啊 说咱们刚才啊 这个第二步算出来 内外销综合考虑下的应纳税额是负数啊 那假设啊 我们的应纳税额是负的30 而理论退税额是25 好那请问现在我们应该退多少税 那看吧 当应纳税额是负数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退税 退多少 我们要拿它的绝对数 去跟理论退税额去比 退小的 那当然在这30和25一比退小的 那咱就退25了 退的是25 好那理论上你应该给我退25 实际上呢 全部都退给我了 那有没有起到那个底的效果呀 连底退那个底税的效果有吗 没有啊 对吧 没有底税的效果 所以那个底税 就是零 其实严格的来说 它这个名词啊叫免底税额 叫免底啊 但你别去多想好吧 别胡思乱想 不要去咬文嚼字啊 这个免底没有任何含义 就是底 就被抵消掉的那个税是零 因为该退的全退了嘛 然后接着 这个应那税额是负的30 你退掉25之后 是不是还上一个负5存在呀 没错 那个负5呢 接着让它留底据备 继续往后 截转抵扣 就留底税额 就是5 你看它呈现的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有同学就说了 说这个结论我是知道了 但是我不理解呀 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效果 为什么留底了5 退了25 咱们来分析一下啊 你看 我们这个应那税额是内外销 综合考虑下的应那税额 是吧 它实际上是 一个减法减出来的 它是拿内销的应那税 减去外销的应退税 这两个数减出来的 那外销应该退多少 理论上应该退25嘛 所以这个数是25 而内销应那税是多少 那你就想咯 哪个数减25等于负30啊 那当然是负5咯 你看是不是 我们往回倒一下 它如果内外销分开核算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一个效果呀 内销算出来有一个留底税额5 而外销该退25 在这种情形下 当然我只能退给你25咯 虽然你的这个负数 一共是30 但是其中有5 是你自己内销形成的 那个要继续留底 而我能给你退的 就是这个25 好 这是一种可能性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好 就是 我们内外销综合考虑下的应那税额 负的30 而理论却税额 35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 咱退多少 好 大家已经有经验了 我们拿应那税额负数 那个绝对数和35去比 那30和35比 当然退小的了 那就退 30 可是明明你该给我退35呢 结果退到我手里只有30 那个5去哪了 那个5就被抵掉了嘛 不是不给你退 是你内销本来应该交5来着 结果现在给抵了 那5不用交了 所以年底税额 是5 好 那么咱们还是倒退一下 这个应那税额负30怎么得出来的 还是内销应那税减去外销应退税 算出来的 我们认为你本来内销应该交5来着 而外销应该退35来着 那你用5减35 是不是算是来负30啊 那么那个5就别交了 再退到你手里30不就行了吗 所以你看 退到手里了30 抵了5 那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留底税额形成啊 留底税额 没有 因为我负的30 最后这30全退掉了 退完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负数留存了 好 所以留底税额就是了 那大家看到结论没有 其实我们拿理论退税额和应那税额负数 这个绝对数去比较 最后退的是较小者 然后有可能形成免底税额 或者是留底税额 对吧 但是不可能 既有免底又有留底 免底和留底 它只能有一个 只能有一个有数 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好 那这样咱们就把免底退的基本公式给说完了 那接下来做个总结吧 总结一下 就是替底比退四部曲 那一上来 咱们先算 征退之差 好 这个征退之差就是哪 外销额乘上征税率减退税率 所有数字都是现成的 你往里套就行 很简单 然后接着 第二步咱们就是内外销综合考虑之下的应那税额了 这个公式实际上是两个公式整合的 拿内销的应那税额 减外销的应退税额 整理之后是这个样子 销项减进项 里头减掉正退之差 减留底 为什么我这没有写什么销项 因为只有内销有销项 外销没销项 所以一看见这的销项就是内销的销项 而这个进项呢 是全部的进项 但是全部进项里有一块正退之差 要剃掉 正退之差就相当于进项税额转出 就是不让你底的那个进项 好 当这个应那税额结果大于零的时候 我们就乖乖交税好了 就不给你退税了 所有该退给你的那个也不退了 就相当于全部都低掉了 而如果他 结果小于零 就要考虑退税 但退多少 不知道 待定 咱还得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那跟谁比呢 就是跟理论退税额来比 而理论退税额就是拿外销额 直接乘上退税率计算得出的 好 那最后咱们2的绝对数和3来比较 最后退的就是较小者 然后可能会形成留底税额或者是免底税额 那具体情况就具体分析了 这就是咱们总结出来的免底退的公式 你现在再来看一遍的话 是不是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难 好了 接着咱们再判定一下结论 其实咱们考试的内容呢 基本上都是无名大税额是负数 但是你要跟理论退税额去比 那你要知道退哪个 是形成留底税额还是免底税额 结论也会 我们这给的还是刚才差不多的那个数据 咱们再来强化一遍 说如果我们这个公式里边算出来 应纳税额是负的30 而理论退税额是25 怎么办 注意这个应纳税额说的就是 我们公式的第二步这个应纳税额 也就是内外销综合考虑下的应纳税额是负数 那要考虑退税 但是退的时候我们比较30和25 退小的吗 那最后退了25 理论上应该退25 实际25全退了 那么这个就没有起到免底的那个效果 底就没有 所以免底是0 但是负的30例退掉了25之后 还剩下负5 那个继续留底 所以留底税额是5 那再换一下 如果应纳税额是负的30 理论退税额是35呢 还是退小的 退30 你应该给我退35 结果到时候只有30 那个5哪去了 那个5就是 底掉了 它叫免底税额 就是底掉的那块 然后接着有留底吗 没有 因为负的30 30全退了嘛 就没有任何的负数形成 那就留底税额是0 好了 这是咱们免底退的基本公式 但是接着我们还要再来看一看 它的修正公式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说过 讲这个退税依据的时候 强调过 说对于这个自产出口 用免底退的这个方法来算退税的 那咱们的退税依据呢 是外销额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假设 比如说我们出口服装 那你拿外销额做退税依据 前提是你生产这个产品 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有镜像的 但如果说你用的有些东西 它根本就没有镜像 那这些东西它没有镜像 你就不能参与我们的退税 所以就要对退税依据做一个修正 也就是 我们要从外销额里 把你没有镜像的那块内容 给它剪掉 我们叫做免税保税料件 把他们从外销额里剪掉好了 其实咱们公式四部曲里 是不是只有第一部 和第三部里涉及到了外销额 看见外销额 你就把免税保税的那部分给减掉就好了 所以修正公式只是说 我们的退税依据做了一些修正 别的什么判定结论的方法 还有整个公式的计算逻辑 哪都没有变化 直接套用就行 另外我们再特别强调一下 说这些能够减掉的 能够修正掉的这些个材料都有什么 其实是两类的 一类是当期国内购进的 没有镜像税额 且不具体镜像税额的免税原材料 这是第一块 也就是国内买的免税材料 你没有镜像吧 没有镜像 当然它将来出口出去 也没得可退了 还有一种就是 你做进料加工业务的 那进料加工 你从国外进口的一些料件 它可能是保税的 也就是没有交过镜像的 那么这些料件的价格 咱们也要给它减掉 所以免税保税料件的价格 从我们的公式里面 从我们的退税依据里面 把它替掉就可以了 但是这又特别强调了一句 说这个 进料加工出口货物 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 它怎么算呢 这有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咱们稍微的解释一下 你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说我本期一共出口服装 我的外销额是200万 但是我又告诉你 说我当期保税进口料件 有进料加工业务 保税进口料件 我一共是进口了 可能50万 那么是不是我买了这么多的料件 我就要把它全部都从这个外销额里剪掉呀 可行 其实买多少剪多少呢 这种情况 它其实叫这个购进法 就是我只要买进来的免税料件 我不管它有没有用到这批出口服装上 反正我买了 我就把它剪了 这是一种叫购进法 去剪除 但是咱们现在又用更多的是什么 是十号法 十号法呢 就是你并不是买了 这些料件它就都让你剪了 它让你剪的实际上是你出口的这批货物里 它耗用了多少 这些进料加工的保税进口料件 那么这儿咱们就知道它耗用了多少 这儿给了一个这个算法 说这个进料加工出口货物 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 等于进料加工出口货物的人民币离岸价 乘上进料加工的计划分配率 那什么叫计划分配率呢 就是计划的进口总值和计划出口总值的比 比如说我们计划出口总值是1000万 而我们计划的进口总值是100万 那么计划分配率就是10% 10%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只要出口100万的货物 那里头就耗用了10%的这个进料加工的保税进口料件 也就是说我这出口的100万里头有10万 它就是没有负担过进向的那个料件 那这个不就简单了吗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共出口了200万 对吧 200万 假设计划分配率是10%的话 那咱们这儿就是拿200万的外销额减去200万乘上10% 也就是你出口的这200万里就有20万 它是这个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 那也就变成你的出口退税的依据就是180万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 大家简单的看一看 然后以后我们会有这个相应的练习题 来做一做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免底退的基本公式以及修正公式 用比较生活化的语言来给大家做了一下推导和介绍 那接着咱们还得呈现一下官方的公式哈 必定你是要应对这个考试 那你要对这些术语比较熟悉才行 要不然到时候你看 怎么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了 也不行啊 其实咱们替换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给它起名叫 争退之差的这个东西 它官方术语叫什么呢 叫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其实就是争退之差 就是你的外销额乘上争税率减退税率 公式都一模一样 就是名词替换一下 好吧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免底退税额 它叫免底退税额 实际上我给起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理论退税额 你只要把他俩替换了 别的哪都不用换 好吧 就两个名字替换 你看直接我上来要说这官方术语 你是不是就听晕了呀 免底退税额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我都不用去讲 大家就已经晕了 这是基本公式 而这个修正公式呢 修正公式 它这分了好多部 但实际的含义跟咱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我也不多说了 大家自己去看 它实际上是把咱们的 这个第一步和第三步 各拆分成了两步 你像咱们提到的这个修正公式里 这个第一个争退之差的计算 我是直接在外销额里 把免税保税料件给减了 然后再去乘上征税率减退税率 那它不是 它是先用这个减掉的这一块 去算一个抵减额 然后再拿这抵减额 去放到这个外销额乘征税率减退税率 这公式里去减掉 最终结果其实是一模一样 它相当于把一个公式拆分成了两个 就比较麻烦了 但是咱们考试呢 通常要涉及到这儿 最多会出一个选择题 不用太担心 好吧 好 所以修正公式自己看啊 那接下来咱们说了这么多内容 好像大家觉得 跟着老师的这个思路 也听懂了哈 但是你到底会不会做题呀 这个咱们得测试一下啊 来看两个题目 首先一个单选题 说某服装厂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率13% 退税率10% 在读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关注这些关键词 一会免底退肯定要用得上的 算争退值差的时候 正好用 这3% 不给退哈 然后接着 22年3月 外购棉布一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200万 增值税26万 那当然这就是进项税了 也要用哈 然后当月出口服装的 离岸价格75万美元 好 注意这是外销额哈 外销额 当然要作为咱们退税 依据一会要用的 但那是美元单位 咱们给它折成人民币 后边给了这个汇率啊 1比6.4 然后接着 内销服装不含税销售额 80万 哎 那马上想到 外销是不用算销项的 而内销呢 要算销项哈 那这个80乘上13% 就是咱的内销的销项税额 另外还有以前的流地税额 5万 公式里算英纳税额的时候 也要用 最后问服装厂 当期的应退税额是多少 好 咱们来分析一下啊 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对 首先 第一步要算的就是 争退之差 这是一个基本公式的应用 所以它用到的是 外销额来做退税依据 好 外销额呢 就是75万美元 直接乘上6.4 这合成人民币 然后呢 乘上 争税率 减去退税率 好 这样 争退之差就有了哈 然后接着 第二个 就是我们内外销 综合考虑之下的 应纳税额了 好 首先算一下销项 外销 免销项 只有内销 有销项 那销项就是 80乘上13% 好 然后减去 全部的镜项 那全部的镜项 这儿只有一个 就是咱们买棉布的这个26 但是这个里边呢 我们要剃掉 第一步算财的 争退之差 你直接用圈一来代替 第一问咱们算财的结果 代入 另外再减去 那个期末留底税额5 好 当然这结果一定算财是小于零的咯 是吧 咱们如果出题一定是给你个小于零 好 那这个结果小于零怎么办 咱就要考虑退税了 但退多少 咱得比比才能 做出结论 所以接着算 理论退税额 理论退税额呢 很好算 就是拿外销额成退税率嘛 那外销额就是75万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 然后直接乘上10%的退税率 算出来之后 咱们拿这个应纳税额 和这个理论退税额去比较 当然应纳税额是拿它的绝对数 和理论退税额去比 最后退那个小的 就可以了 咱们对着答案 看一看它的结果 这个应纳税额算出来 复数 复的6.2 而这个理论退税额 也就是当期的免底退税额呢 算下结果是48 那6.2和48一比较 那咱们退的当然是小的 6.2 那么明明应该给我退48 结果只退给我6.2 那不给退的那块 什么呀 我们说不给退的那块 就是底调的部分呗 本来你内销应该交这么多来着 结果你内销不用交了 那就底调了 那有没有留底税额形成 留底税额 就是零 因为你应纳税额的负数全退掉了 就没有任何的负数留下来 所以留底是零 有免底 有退税 当然这个题目 它问你的是退多少 你只要知道退小的就行 但如果题目问你后续的 说问你免底了多少 问你有没有留底税额 你也要回算 最好咱们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果 平时都练习到 好 这是一个基本公式的运用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 就是稍微复杂点的修正公式了 还是问我们当月应该退多少增值税 说某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 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主要从事尽量加工业务 计划分配率为30% 这计划分配率什么意义来着 就是我们要做修正嘛 从外销额里把它的30%部分给剃掉 用这个来做退税依据 影响咱们公式一和三 然后出口货物的征税率13% 退税率10% 征退值差的时候要用 告诉我们82年2月的经营业务如下 购进原材料一批 取得专用发票出名价款200万 允许抵扣的进项税26万 就是我们当期的进项税额 留底税额9万 然后内销货物不含税销售额100万 内销要算销项的 然后本月尽量加工出口货物的离岸价 就和人民币210万 也就是外销额210万 要影响我们的公式一和三 但是呢 它不用算肖像 好 那所有数据都齐备了 咱们接着就是来处理呗 来处理呢 咱们还是四步取 你不用给它增加成那个几步 六步 你不用 你就还是用四步取的方法去做 第一步就是征退之差 就是免底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征退之差 它就等于外销额210 但这个210不能全部拿过来 我们要做修正嘛 要把尽量加工保税进口料件那个给减了 减多少 他说计划分配率30%嘛 也就是说这210里有30%的部分是 尽量加工保税料件 它是没有负担过进项的 所以它不参与计算 也就剩下的70%部分 来作为咱们的退税依据 好 用它乘上 征税率 减去 退税率 好 这就是第一步 征退之差 然后接着 第二步 就是我们的内外销综合考虑之后的应纳税额了 这个应纳税额首先是内销的销项 内销销售额100 那就100乘13% 造成它销项税 然后减去 全部的进项 全部的进项就是26万嘛 好 这个26万 注意后边要减掉 争退之差 我们还是用圈1来代替 第一问算出来的结果 争退之差 然后再减去 留底税额 9 好 这算出来结果 肯定是小于0 因为小于0了 接下来咱们才有比较的问题 好 接着第三步就要算理论退税额了 好 理论退税额是多少呢 还是用外销额 外销额是211 但由于它是修正公式嘛 咱们要把国内的免税料件 或者进料加工的保税料件 这部分剔除掉 那剔掉的还是这个211乘30%的部分呀 好 有了退税依据 然后再乘上退税额 这个退税率10% 算来的就是理论退税额 公式的第一问 第一步和第三步 是不是 做了修正啊 在外销额的基础上 减去国内购进的免税料件 或者进料加工保税紧口的料件 好 最后咱们再看看结论啊 这儿 内外销综合考虑之后的 应纳税额是负的17.59 而那个当期免底退税额 也就是理论退税额呢 理论退税额算出来是14.7 17.59和14.7一比较 咱退小的哈 退的是14.7 理论上应该给我退14.7 结果呢 真的就完全退到我手里了 那有没有起到那个底的效果呀 也就是有没有免底税额呀 没有 该退的全退了 没有起到底的效果 所以这儿免底税额是0 但是负的17.59 最后我们只退掉了14.7 哎 是不是还剩2.89 负数啊 那个继续往后去留底就好了 所以它是留底税额 这个正好跟我们上一道题是相反的哈 这个是有留底税额 再上个题是有免底税额啊 不一样 正好良动结论 咱们也都看到了 这就是免底退的计算 然后看完了免底退 那个比较复杂的公式以后 接下来我们才来看 简单的这个退税 就叫免退税了哈 免退税 它主要是用于外购来出口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知道外购出口 它用的退税 依据就是进价 你知道进价 又知道退税率 直接一成就是该退的嘛 在这儿呢 我们给了一些具体的公式以及例题啊 咱们再来总结分析一下 首先 说到了外购企业出口 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以外的货物 也就是说 我外购企业 可能从外边 外购了一批服装 再出口 那就拿我的 退税依据 成出口退税率好了 这个退税依据就是进价 那如果是我们外购企业出口 委托加工修理修配的货物 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一样的道理 还是拿进价去乘上退税率 然后咱们举例子来看吧 说某进出口公司 出口货物一批 进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100万 出口退税率11% 退多少 那就是100乘11% 退11万好了 那比如说 这里边再多给你两句 说我们这儿出口的售价 是吧 150是吧 对我们退税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你爱卖多少钱卖多少钱 因为咱们出口这儿 退的是进向税 它就跟你的进价有关系 对吧 嘴外购企业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并且还要注意 说如果我征税率是13% 退税的时候 只退11% 那2%不给退的怎么办 一样啊 进向税额 转出为 寄到你的这个出口的成本里去 好 再看一个 说某进出口公司 购进布料 加工成服装出口 你看我先买了布 然后我自己不是没有工厂吗 我找别人去帮我加工 加工完了 我收回来 再出口 这儿呢 取得了布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 负名价款2万 然后支付不含税的加工费1万 然后售托方将原材料的成本并入加工修理修配费用 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这个时候 你看 他挺独特啊 这不是说两张发票 我买布料一张 我支付加工费一张 不是 他是这样 我支付加工费的时候 是1万块的加工费 但是他把我原料的成本 跟加工费写到一起 也就是说我拿到了3万块的这个发票 好 那这时候出口退出率11% 哎 怎么办 那就3万块的进向 3万块的这部分 他对应的进向 我们给退掉呗 那就直接拿3万块 成长11% 就好了 所以加工修理修配费用 他是跟货物用一样的退出率的 所以这块是一起来成退出率的 了解这一点就好了